這一件是金鮑鯉蕃社的這個手磨印 當時漢人跟原住民是不能買賣的 所以說他要想盡各種辦法 用典檔或者典租的這個方式 來去跟原住民這個承租 所以說這一張就是當時這一個 就一個金鮑鯉社 一個叫做雷根安莫本的那個蕃人 他為了要讓這一個 把他的土地 就賣出 就典檔 然後這個為了要作證 還蓋了一個手磨 這一張是 它是租約嗎 是典檔 類似 還是他就把它當掉了嗎 不是 是等於承租的 是一個租約 對 乾隆五十七年 對 所以原住民租給漢人 它這一個最珍貴的就在這裡 手印 手印 因為這個已經很少見 雖然我們有看到很多瓦拿克 對 或者很多的這個資料 但是要有手磨的 可是我現在覺得第一個問題是 這個乾隆五十七年 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年代嗎 對 沒錯 這個不會造假 這個看得出來 這個花蘭銀 這是沒錯的 這個我收藏很多很多 可是只有這麼一件 是有蓋花蘭銀的 金鮑里是在哪裡 就金山 是不是金山鵝肉會叮 對 差不多那邊 因為金山我們最近的 你會看到的就是 凱達格蘭大道 凱達格蘭社 因為當時這個在北部 有凱達格蘭社 大概有三十幾個部落 一個部落大概幾百 一百人 那這一間呢 這一間是這個點單 就是這一個當時 這一個登營書院 就是我們在台北府城 有一個官方的書院 叫登營書院 所以這兩個年代差很遠 因為這是乾隆 這是光緒的 那這個 這一個是這一個 當時登營書院 他的血田 就是租給 這個承接給這個 二重埔的一個李青蓮 這樣的一個農民 去租一屆 等於說是這個 讓登營書院 可以維持營運 就這樣 知道了 這叫做電單 那老師 這個物件你是給人買還是 這人家拿來給我的 因為大家知道 你在做文史工作 在研究 就是賣給我的 收集 他覺得你可能會有興趣 收集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物件 也是人家拿來賣我的 賣給你的 那你買多少錢 這個大概幾萬塊 這個大概一兩萬塊 你覺得還會記在 那個時候買多少 大概三到五萬吧 三到五萬 大概兩萬塊左右 好 那我們先來見家 先來見這個租約好不好 乾隆年間的租約 請見價 那這一間電單 我覺得是 一萬元 對 第一天是一萬元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子講 因為其實這種東西來講 它認定還是滿困難的 第一個 這個年代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這種單子 如果你去看的話 就是其實有很多 有很多單位 它有收藏很多 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種東西來講 所以它數量 還是滿龐大的 所以它數量並不是很少 數量不是很少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這種作品 還是很少人會去願意收藏 就是這個收藏人口 越少的時候 它的價格就一定上不來 所以它可能有 歷史研究的價值 對 所以 所以有一些歷史研究 就是說 例如說我們中原院 或者是說各個 有一些研究室的單位 可是他們通常都會找到捐贈的 很多人會願意捐贈 就是說他家族裡面的收藏 那因為這種東西來講 你要拿去賣給別人 也很尷尬對不對 那乾脆就捐贈給 這些中央的一些單位 所以很多中原院 他拿到這種作品 他其實是無償取得的 那你要去賣給他們 東西來講的話 他還是希望你捐贈 因為這種東西來講 你說我們要去判斷它的價格 因為價格是共識 價值有時候價值很高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價值很高對不對 可是它的價格上不來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它的流通市場 不那麼長 它沒有辦法流通的 對 它流通市場不長 那拍賣公司它不要 我們雖然很少 我相信我們很少在 不要說1744年的舒服筆 或是加士德 就算是國內這種小型的 中小型的拍賣公司 或者是居住的拍賣公司 我也都很少看到這種東西 它出現 不好意思 黃老師 很多 那是在中部 在北部跟南部很少見 好 謝謝 那這個呢 這個物件呢 那這種的 他應該知道 楊老師應該知道 這種的物件蠻多的 這種件當然非常多 對... 你如果到一些古董店 或者是說比較... 不過一般的古董店 它也不會賣這麼 單價比較低的東西 它大概都是比較 叫佛像或者古裕 或是什麼 但是這種的 其實這種所謂的文書的東西 基本上還是根據那個 像今年年初的時候 有一家叫安德森拍賣公司 它拍賣的一件 這個什麼你知道嗎 三毛的信 三毛的信 三毛寫給一個朋友的信 可是那個物件 拍了多少錢 拍了二十萬台幣 那為什麼 因為它有它的... 它有它的粉 三毛的粉 對不對 它的粉 它的粉絲會去收藏這個東西 因為它有感情 有溫度 然後有一個時代感 有那個年代的那個東西 對於有些人來講 他覺得說 我... 因為尤其是我如果收藏的人來講 我沒有收藏過這樣的東西 我就會... 我就會願意花更多的錢來買 但是這個價格 它不具有一個共識的基礎 王老師我補充 跟這個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教育一下 這個點當是很少見的 因為一般的這個契約 都是一整批的白契 或者很多的... 但是要單獨的這樣子點單 是很少見的 這個是見證歷史的 這個是歷史的文物 好 就這樣子 謝謝 但是我還是很想問一下楊老師 因為你說當時 是不能夠買賣的 對... 土地不能買賣 不能買賣 所以只好透過 承租或者結婚 各種方式 但我也聽過很多個故事 我不知道有這種錢或沒這種錢 買了這塊土地 經常那個土地 做後是不是就變成... 變漢人的 做故人變成漢人 當時就是這個平埔族 慢慢被同化 被漢人同化 就是這樣子來的 等於說他去取這個 原住民的妻子 或者各種的手段 去把這個原住民的土地 怎麼用成借 豬 或者怎樣去... 我們現在講的所謂 拐來 但是後來就變成 漢人的土地了 所以他不只有文物的價值 他也有歷史的血淚 對...